厚实嗓音转音技巧纯熟 鸣角一开口即使是女小生 依旧风采万千 不管是一缕麻还是红楼梦 曾经拿过大陆梅花奖的 六位重量级演员 重现经典乐剧 把那个优秀的传统戏曲 推广到不光是这儿了 全世界 乐剧特色是全女班 也就是都有女人来主演 而五大戏嘛 《红楼梦》 《一旅麻》 《西香记》 《梦立军》 以及《新世后记》 更是将情感诠释的思思入口 体现了比较完美 那么唯美的一个舞台呈现 那么它唱腔也是 还是比较完美的 跟一般的那个金剧啊什么 还是不是太一样 它主要讲一个真善美 本来我老师演的时候呢 是一个悲剧 那么现在改编成悲喜剧 让大家看了以后是 含着泪笑 要观众有笑也有泪 更要让年轻人也爱上看剧 现在有很多外来的东西 年轻人都喜欢那个 就是渐渐的把那个传统戏曲淡忘掉 那么我们做这种推广 是他们更了解中国文化的拨大精神 经典乐剧要跨越时代的障碍 让演员用实力收服所有观众 董森 财经新王者两立台报道